关注社区动态 欢迎收看大儒佛三分钟 傍晚好 我是欣颖 新闻首先看明日的大儒佛封面新闻 净化水源从社区做起 新山开平山庄的居委会 自2020年12月开始 联合庶民义工在工艺大学高级讲师杨怡林博士的指导和协助下 开展了净化公园人工湖的测试性行动 提倡人与大自然共存的理念 通过同市居民的新山市议员穆哈默伊扎配合 向新山市政厅申请湖泊作为实验对象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看见了原本呈现茶色的湖水 逐渐转变为碧绿色 成果令人鼓舞 新州日报大儒佛社区报了解到 参与的人员在上述花园三个面积波大的人工湖内 倾倒了预13吨 相等于一万三千公升的教树 这项净化湖水的行动 先是由一名当地居民兼义工梁玉芬先线 当初他与一批义工为了证明教树 能对环境及净化水源起着积极作用 便找上了杨怡林以科学数据佐证 意外的发现教树其实含有极高的醋酸成分 因而也给教树赋予了一个新名称 也就是绿宝处 那值得一提的是这项行动受到疫情的影响 在今年4月重启 相信是绿宝处发挥了功能 湖水并没有在闲职后恢复混浊的模样 接着下来 柔佛州务大臣拿督温哈菲兹说 州政府将从今年开始至明年为低收入群体V40 建造至少5033间可负担房屋 他在脸书贴文表示 有关房屋的价格介于4万至15万令吉 是可以负担的 他说相关可负担房屋的计划正在修理 确保政府在帮助低收入群体时不会忽略他们 而一项更全面的蓝图和政策将在最短的时间内向柔佛子民公布 以便所有子民都能拥有自己的房子 一排水沟阻塞导致古来通往古来新港新春路段一语成灾 居民处当局派速派员清理沟区 村民州女士投诉 这项通往新港新春的主干公路 随着当局在数月前派员清理路旁排水沟后 已经多时没有淹水 但前日和昨日的咒语令道路再次欲语成河 另一方面一场凌晨的大雨 导致碧兰东新春篮球场旁的一棵大树断枝倒下砸坏两棚 行动党柔佛在野区州议员廖彩同在接获消息后前往视察 他说事故没有造成人祸 停在凉棚下的汽车和裸里也没有受损 据了解当地居民在此之前 已经多次向地方政府投诉并要求砍树 廖彩同说他已经向新山市政厅要求善后 当局将会在明天派员进行清理工作 他认为当局有必要探讨这个问题 以避免不幸的事件发生 新闻最后一名患有过动机语言发展持缓症状的4岁女童 被父母亲托付于一家托儿所看顾 结果女童招院内教师拉耳朵和用枕头盖脸虐待 警方事后逮捕24岁的本地级女教师驻查 这个虐童视频也在社交媒体广传 受害女童目前在新山中央医院接受治疗 警方证实女童幼儿有被虐欲伤 新山北区警区主任鲁碧亚今日发文告说 警方是在昨天的下午10分接获虐童的投报 事件发生在新山淡杯一家托儿所 警方从闭路电视发现女教师的行径 并在同一天晚上的9点逮捕对方调查 据了解该托儿所同时看顾正常与特殊儿童 警方目前援引2001年儿童保护法令第31EA条文调查 在此条文一旦罪成可被判罚款不超过5万令吉 或监禁不超过20年或两者兼施 感谢收看更多社区动态 请继续留意新洲日报新洲网